就是江媽媽就是去年突然間中風倒下 你可以描述一下當時的一個心情嗎 當時其實她沒有倒下 那天我們在吃早餐 那正好我先生有過來 我準備了蠻豐富的早餐給我媽吃 然後我在忙進忙出的時候 一些人突然說媽媽怎麼用左手吃飯 我來看真的她用左手吃飯 所以我說不對啊媽媽怎麼會用左手吃飯 所以我們就突然想到說有問題了 然後我們就帶她去看醫生 所以她並沒有倒下 可是我們到了醫院以後 那個醫生斷定說她是中風 然後呢那時候她還可以走路 那時候可以走路 但是醫生我們坐在醫院裡面 醫生說要預防跌倒 就不讓她下床 我們請了攀附不讓她下床 然後就說就躺在床上三天 三天還四天 後來再起來的時候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現在覺得非常的難 因為我們有二次小時的攀附 我也在那裡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真的 真的真的要限制她下床 連上廁所都不行 對 然後開始爆料 這樣 所以我現在真的不了解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讓她 然後多一點的活動 就是我可以讓她活動 對 那 那 那我請妳不要發出 所以妳那我可能會被錄進去 那 那 那 我 那我 比如說我問的時候 就是在麻煩妳講解 比如說問妳的朋友問那個問題 那講解就是那個問題之後 妳再當我衝突講一次這樣子 就是 就像我們上次我們勾勒過的 就是 妳為什麼要然後 妳就說開始 就開始講 可是有時候 一